说起各国海军的水下力量,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潜艇。 作为一种航行于大洋深处的武器,潜艇凭借海水对电磁波和多种光线天然的屏蔽作用,很难在深海被敌人发现。 再配上雨雷和导弹,潜艇还能对敌方舰船发起突然袭击,完美扮演海底刺客的角色。 但在前苏联海军的设想中,潜艇可不只是水下反舰和反潜平台,它还被赋予了运输人员、装备、发起两栖作战的能力。 苏联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研制水下航母,也就是两栖潜艇的计划。 本期节目《火力军》就带大家一同了解一下苏联的两栖潜艇工程,看看它究竟能在实战中发挥什么作用。 苏联潜艇部队的名气在冷战时期非常令人瞩目,它一度拥有与美军潜艇分庭抗礼的能力,是北约国家始终保持警惕的存在。 但至少在上世纪40年代,潜艇还不是苏联海军的强项,苏联海军的整体实力也要远逊于拥有庞大航母编队的美国。 但从二战刚结束的那一刻开始,美苏之间的裂痕便已经让他们站在了对立面。 面对海空军力占有优势的美国,40年代末的苏联急需获得一款能突袭美国海岸线的武器。 于是,在借鉴了二战时期的货运潜艇经验后,鲁宾中央设计局为提供了建设两栖潜艇的方案,试图将两栖登陆舰和潜艇的功能相结合, 让苏军水下力量拥有突袭美国海岸线的能力。 苏联的第一款两栖潜艇是1948年推出的621型。 这种舰艇与普通潜艇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上层结构非常平直,而下层则沿用了潜艇的布局, 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艘潜艇在下侧拖着一艘水面舰船。 621型两栖潜艇的潜航排水量为5845吨,运载能力高达1550吨。 它的动力则由四台柴油机,两台燃气轮机带动四台电机提供, 在以8.4节的潜航速度行驶下,续航距离可以超过6700公里。 按照苏联的计划,621型潜艇将会搭载海军陆战队友的士兵和装备, 利用海水的掩护避开敌方海空力量的侦测,然后长途奔袭, 再在敌方海岸线上独自展开登陆活动。 苏联预想,在登陆的过程中, 621型潜艇可以凭借潜艇舱室内搭载的745名士兵, 12辆卡车,10辆T-34坦克,12门85毫米口径炮, 3辆油罐车等众多人员装备,从潜艇前侧的舱门出击。 这支登陆部队不仅拥有较为完整的步兵、装甲车辆、 补给车辆和火炮力量, 还可以通过潜艇水密隔舱内拉载的拉五战斗机进行制空作战。 苏军相信,依靠621型潜艇搭载的登陆部队, 再加上北极覆盖的厚重冰层, 苏联完全可以从北极沿岸的潜艇母港出发, 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阿拉斯加组织一场攻势。 但计划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苏联海军高层后来在审查项目时发现, 621型潜艇狭窄的空间里, 一次只能搭载三架折叠过的拉五战机, 根本担不起水下航母的称号。 考虑到美国在阿拉斯加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 美军可以在苏军的登陆活动被发现后, 快速调遣战机攻击苏军。 这种情况下, 621型潜艇携带的三架拉五完全不够用, 而一旦失去制空权, 苏军登陆部队必然会在美军飞机的空袭中覆灭。 苏军要想弥补621型潜艇载机数量不足的缺点, 就只能叠加潜艇的数量。 这意味着, 要想让登陆部队获得一个中队9架战机的力量, 苏军需要一次性出动至少三艘621。 但即便如此, 美军从阿拉斯加陆基机场上赶来的战机, 依然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不仅如此, 与水面两栖舰艇宽阔的无舱相比, 621型潜艇的出舱口要狭窄得多。 想要让这么多士兵和装备全部上岸, 621型潜艇必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而更多的时间就意味着登陆部队在没有完全展开时, 暴露在敌军炮火中的风险更大。 最终, 苏联海军取消了621型潜艇相关的项目, 但苏联探索水下航母的脚步并没有因此结束。 苏联后来又陆续推出了664工程、 748工程和717工程, 继续深挖两栖潜艇的作用。 这其中, 664工程首次提出了将核反应堆应用于两栖潜艇的设想。 这种两栖潜艇主要承担的智能是向其他潜艇运送巡航导弹和鱼雷, 不过由于承接该项目的工厂并没有如期施工, 664工程最终被搁置了。 748工程则是苏联在1968年启动的又一个水下登陆项目, 他计划建造一种水上排水量不低于8000吨的潜艇, 按照规划他可以一次携带470多名士兵, 20多辆PT-76两栖战车或BTR-60装甲运兵车, 还配备了高射炮、便携式防空导弹、鱼雷和水雷, 既可以执行登陆任务, 也可以和传统潜艇一样布设水雷, 或用鱼雷袭击船只, 但这个项目没有通过苏联海军的审批, 最终赴死台中。 至于717工程, 是苏联最后一次尝试两栖潜艇, 这款潜艇试图采用阿库拉级核潜艇作为蓝本, 不过它的水面排水量超过了阿库拉级, 接近1.8万吨, 但就像它的先辈们一样, 自1970年717工程被提出以来, 它从未被开工建造, 始终处于概念舰的阶段。 其实,仔细观察苏联的这些两栖潜艇, 就会发现, 与水面活动两栖舰艇相比, 它们虽然拥有良好的水下隐蔽能力, 以及除飞机以外, 部署于水面登陆舰的运输能力和续航能力, 但它们缺点也非常明显。 首先, 两栖潜艇缺乏足够的对空对地自卫火力, 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能携带一两门火炮和高射炮, 便携式防空导弹攻击空地目标。 这点火力根本不够应付北约国家的空地火力, 北约国家但凡出动一些固定翼战机或者护卫舰级别的水面舰艇前来增援, 这些两栖潜艇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即便不被完全摧毁, 这些两栖潜艇的耐压壳一旦被炮火和导弹打坏, 它们也将会丧失下潜能力。 其次, 两栖潜艇虽然在理论上能够做到长途奔袭, 但它的速度却非常慢, 比如621型潜艇设想中的最快潜航速度只有8.4节, 即便是使用核动力推进的717型, 预想中的最大潜航速度也不过24节, 而且和其他潜艇一样, 两栖潜艇不可能全程以最高航速行进, 因为水下速度越快, 它产生的噪音也会更大, 被北约反潜力量发现的风险也更高。 相比之下, 美国冷战时期的船坞登陆舰, 最高航速能轻松达到22节, 而且行进过程中还能得到护卫舰, 驱逐舰, 以及各类舰载机的支援。 要知道, 冷战时期的美军护卫舰和驱逐舰航速, 普遍能达到27节, 甚至30节以上, 美军的反潜直升机的巡航速度也能轻松达到120节。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的两栖潜艇一旦被北约国家发现, 根本就跑不了, 而一旦这些两栖潜艇被摧毁, 苏联将会遭受远超普通潜艇的损失, 毕竟这些两栖潜艇携带的人员和装备, 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军事资源。 不仅如此, 许多潜艇封闭狭窄的空间问题, 也出现在了两栖潜艇的身上。 如果一支数百人规模的登陆部队, 长时间待在这种慢速行进, 空间封闭的两栖潜艇中, 那么他们将很快产生疲劳感, 士气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根本不可能在战斗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想要指望这样一支疲惫不堪的部队, 拿下北约国家的海岸据点, 难度未免也太大了。 相比之下, 水面登陆舰的士兵生活环境要好得多, 无论是获取的食物、 睡眠质量还是通风条件, 都碾压了几在两栖潜艇里的士兵。 最后, 需要注意的是, 水面登陆舰在组织登陆的活动中, 可以通过随身携带的机械化登陆快艇, 将力量投送到岸边, 快速铺开兵力和装备。 尤其是水面舰艇上的直升机, 既可以运送人员物资, 也可以通过机炮、火箭弹, 甚至空地导弹为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持。 然而, 苏联的两栖潜艇并没有携带大量直升机和登陆快艇的能力。 总之, 火力军在前面提到的缺乏载机能力卸在效率低下的问题, 在621之后的苏联两栖潜艇身上依然存在。 当然, 苏联的潜艇智能, 海军战略上的方针调整, 也是导致两栖潜艇未能成型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 初开隐蔽性不如两栖潜艇, 两栖潜艇能干的活, 水面登陆舰也能干, 且登陆舰的火力速度和成员舒适度都远胜两栖潜艇。 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使用登陆舰显然比使用两栖潜艇更明智。 最终, 随着苏联在1991年走向历史终结, 两栖潜艇这种略显奇特的舰种, 终究还是没能摆上莫斯科的台面。 那么问题来了, 冷战时期苏联两栖航母的失败, 真的意味着这种武器未来没有再发展的潜力吗? 对此, 火力军认为, 使用潜艇将小规模部队和装备输送到海岸的作战模式, 并不是仅是苏联在座, 美国就曾在一些洛杉矶级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干甲板背和背侧, 试图加装ASDS 威星潜艇用于运送特种部队人员和突击车。 据说, 这种威星潜艇可以一次输送包括两名操作员在内的18名士兵。 不过, 由于2008年的一次安全事故导致ASDS被烧坏, 再加上后续的成本问题, 美军放弃了这个项目, 转而研发SWCS潜水器。 虽然新的潜水计不完全会由潜艇携带, 而是由潜艇和水面舰艇都能搭载, 但该项目的存在起码证明了美军没有放弃对拥有水下两栖作战能力的追求。 但与前苏联两栖潜艇不同的是, 无论是ASDS还是SWCS都是附加在舰艇身上的额外部件, 美军士兵不会像苏军一样从潜艇舱门里钻出来, 而且美军微型潜艇携带的人员和装备数量也要比苏联两栖潜艇少得多。 美军对这些装备的定位是打一场小规模的特种战斗, 而不是规模更大的登陆战。 在没有解决潜艇在机数量、卸载效率、 自卫能力和成员疲惫等一系列问题之前, 将潜艇直接作用于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依然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 不过,两栖潜艇货运方面的能力倒是非常亮眼。 二战时,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货运潜艇, 穿梭于大洋之间的运送物资的案例依然有可以借鉴的价值。 如今,各国海军依然通过潜艇组织水下运输的方式, 在战时突破敌方海上封锁,保障物流通畅。 不过,这里运的主要是物资, 全副武装的士兵依然不适合在水下长途运输。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关于苏联两栖潜艇。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下期节目。 过 así节目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